虎伟交流道在民国101年通车 因为连接了平面道路采用地下道的方式 这几年只要遇到大豪雨就很容易淹水 不仅让车辆抛锚 还曾经造成机车骑士死亡 而最近的一场大雨淹水噩梦再次上演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立委张家俊召集公路局 还有云林县政府公务处等单位一同来会刊 希望能够治标还要能够治本 虎伟交流道通城后确实带给地方极大的方便 但每逢好大雨就淹水反而让民众质疑 工程是不是出了问题 这两条电话道路每一边大小孩 就是都没有车通车 所以说这个设计错误很大 设计不通比一个政策比特别厉害 所以在这边也是要拜祭你 抬了很多钱做的东西都没有什么作用 应该是要作用较低 根据云林县政府公务处的调查 未交流道会淹水主要是抽水量不足 再加上去排水不如设计的顺畅 这都是造成淹水的主因 每逢好大雨会掉到旧坑淹水相当危险 包括立委张家俊就曾经深受其害 那有一次下大雨我不晓得下面因为暗暗的 不晓得说积水那么深 结果车子一开过去就掉车 所以派出所说常常在车车 我也有去让他们撂过 所以我自己也是受害者 为了避免梅雨漆再次淹水 县府公务处特别开花小琴致虹池 确保短时间内不会再有类似的状况 同时会与高工局再次讨论整体的规划 这分短期跟中产期 短期你看现在抽水机 会在我们的钓来很累 会欧空再来我们的钓管护的移动式抽水器 增加马上增加液抽水能量 这是短节应期方式 护卫江流道从民国100年一年 通车之后每逢台风大雨就传出淹水的消息 当地居民更希望这项边门工程 不要因淹水的困扰而责损工部门原有的美意 记者林业约领采访报道